沙拉越州选落幕两个月后 竞选门和沙拉越非政府组织的 沙拉越州选观察报告今天出炉 报告就隶属选委会四中罪 除了批评邮寄选票机制存在缺陷 当局还延迟公布竞选标准 作业程序 导致候选人和政党在各种限制下 无法公平竞选 狠批选委会在管理上开倒车 报告也显示说 选举观察员在沙州选举的21个选区 一共发现了60项涉及各政党联盟的违规行为 其中以沙拉越政党联盟犯规最多 主要是犯下了滥用政府资源竞选 去年12月在新冠疫情下 揭幕的沙拉越州选 暴露了选委会管理机制开倒车 根据竞选盟和沙拉越非政府组织Rose 发布的沙拉越州选观察报告 选委会延迟公布竞选标准作业程序 导致候选人没有足够时间安排竞选行程 再加上当局未能确保候选人和各阵营 享有平等的媒体访问 造成候选人无法在种种限制下公平竞选 竞选盟批评 选委会的邮寄选票机制存在缺陷 导致许多居住在海外的选民 没有足够时间登记 在半岛工作的12月人 更是直接被剥夺了投票权 报告也点出 12月地广人稀 加上防疫限制 12天的竞选期根本不足以让候选人接触选民 竞选盟建议将竞选期延长到21天 竞选盟和12月非政府组织 是在12月周选举行期间 派出9名观察员实地监督5个选区 以及线上监督16个选区 在各政党及候选人的违规行为方面 观察员一共发现60项 涉及各阵营的违规行为 12月政党联盟高居榜首 犯下37项违规行为 滥用政府资源竞选 就赚了多达30项 至于各阵营设计的其他不当行为 就包括贿赂于买票 宴会和赠送礼物 在投票日当天犯规 不当施压 官员选私 以及选民登记和邮寄投票的问题 竞选盟和12月非政府组织 也向选委会提出 此项改革建议 包括修改1954年选举法令 第27条文 赋予选委会更大的权力执法 尽早公布选举标准罪程序 在每个州署开设 至少一间提前投票中心等建议 促请选委会加以改进 实践更有包容性 和更有参与度的选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